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画面可能确实有点挫 但是看评价说 这个游戏的玩法和内容是相当相当猎奇的 他们都说像现在这种恐目游戏那可真是不多见了 那么我还是挺期待的 那么这款游戏它讲的是一个人好像做了一个永远无法醒过来的噩梦 听起来还是蛮有趣的 咱们现在就来走起天一步 哇 开局一个无客 真刺激 这家伙没有脸的 怕不是斯坦德曼 你看 我知道了 大面条前传 讲的是大面条修炼成经之前的故事 西服格履的很帅气嘛 unshift 加速前进 What 等一下注意啊 他说的并不是急跑 而且加速前进 这个区别可大了 大家注意啊 他真的是指加速的时间的流逝 并不是咱们在跑 哎 就说什么呢 后面如果咱们被怪追了 在咱们看起来好像哇 自己跑的好快 但其实在怪看起来咱们只在这么走而已 只不过时间加快了 也就是说怪他有可能跟你走的一样快 甚至比你还快 这需要说明一下 这是个电影院嘛 左左右 这什么鬼啊 这电影院叫左左右吗 这么神奇的名字 好富裕堂皇啊 哦 左 左 第二次进洞 第三次进洞 那就是还是左左右呗 对吧 左 左 右 哦 好像还真是个电影院 前面有个大荧幕 泛着白光 紧接着主人公好像醒过来了吗 他说我工作的时候好像又睡着了 哇 原来是个睡觉怪 跟我一样喜欢昏睡 对吧 每天就是在睡睡睡 这个视频是不可能录的 直播是不可能播的 每天就是要睡觉 哦 他的工作应该是个酒店大堂的前台 是不是 他负责接电话的 对吧 按空格接电话 午夜凶零 去第七层 客人叫咱们上去服务了 特殊服务 哎呀 走这边呗 对吧 这个灯就好像箭头指引一样的 我太懒了 不想爬楼梯 太真实了 哎 这家伙这么懒 他应该是个肥宅啊 不可能这么瘦啊 不科学 电梯 按动按钮 我按了7 去7层 我这么快就到了 哎 这感觉有点带赶了 突然就有那种氛围了 对吧 咱们做的很多噩梦 就那种觉得自己要醒不过来的那种噩梦 就那种感觉 对不对 很古怪的那种氛围 那边走不过去 那很明显只能进这个房间了 哇 我不太想进去啊 有什么在等咱们的吧 房间很大 但是这么空吗 哎 讲究 看到没有 镜子里有咱们的影像 说明这个游戏细节还是很到位的 讲究 连床都没有 只有个椅子 上面放了个电话吗 哈喽 啊 等会是恐怖游轮吗 无限轮回 难道是 哎 刚才咱们绝对没搞错 这次真的是不一样了 上面那个天花板 注意是红了 好像地板也红了 先去看看啊 wake up 这边写着呢 当然是反过来的backup 然后墙里有雪字 啊 还是有咱们自己的影子好像 有自己的影像 哇 确实是自己 但是 哎 别过来啊 但是怎么好像 哇 他后脑勺咧开了一个嘴 别慌 别慌 迈克尔杰克森教我逃生 别慌 倒退走 倒车 哈哈哈哈哈哈 哇 这个追逐gay里gay气的突然 哎 我本来是想 我本来是想这样方便一点 结果没有想到 啊 神他妈 倒着走逃脱了 他刚才按了11层 又是一个不一样的大厅 啊 他说这些画底下藏着一些按钮是吗 什么意思啊 这个地方 时间 啊 这是个沙漏 这是什么意思 按 按时间排序吗 我不知道好猜的 这个画上有一个老人 这个画呢 上面画了一个小baby 中间这个呢 上面画了一对夫妇结婚了 啊 啊 这幅画 这幅画 他上面画了一个新发开的坟墓的一个墓质碑 一个墓碑 啊 墓质名 是不是 最后这幅 上面画了一个年轻小男孩 哦 就是按时间排序 我懂了 首先 一个小baby诞生了啊 我跟他说这是一个非常心酸的故事 我给大家幻想 首先啊 有这么一个小baby 在某一年某一月某一日 咕咕坠地 啊 家长一看 哎呦 起个名字吧 就在他小表弟 后来呢 家长一看 哇 这孩子怎么这么丑 一点都不像我俩 怎么回事啊 这孩子不喜欢他了 所以说呢 平时老责打他 责骂他 所以这个小表弟呢 就在这个痛苦中成长了 长成了一个年轻的小boy 这是第二 对吧 然后后来呢 这个小boy 慢慢呢 就结婚了 长大结婚了吗 娶了诸葛钢铁 哎 第三副 然后年华老去 每天就是摸鱼 然后这个玩了养老游戏 然后就老去了 最后 凉凉 走向了人生的终点 猛难落泪 我哭了 我就不管你们怎么样了 反正我先哭了 走过去了 一个密道 确实啊 它游戏介绍里面说 它的玩法还有画面 有点像以前的那个激净领 和生亡危机 确实这个视角真的很像 影分身之处 这个地方像一个万花筒一样 当初好多影子 哇 好魔幻啊这个游戏 我嗅到了一丝解密的味道 等一下啊 这个是 哦 我懂了 我懂它什么意思了 一步走完所有的地方 把钥匙捡起来 去对面开门 这很明显了 那这样肯定走不过去了 我知道了 这个应该不难 我从来捋一下啊 花花几秒钟看一眼 嘿 多简单我跟大家说 从左边走 从右边走肯定不行 从左边走啊 大家注意看 看操作就完事了 好吧 注意被掉下去了啊 对 这么走 这么走 把右边那个路给它流出来 咱们吃完这边的钥匙之后呢 好回头去吃那边呢 不然的话就无路可走了 而且一定不要上对面去啊 因为如果按它这个图案构造的话 如果咱们到对面的话呢 如果到对面了 再从右边下去就上不来了 好吧 肯定上不来了 对 走过来 然后往下走 我看一下啊 这块的话 就直直往下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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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把这块路给它废了 这鸽子其实无所谓了 这个黄鸽子其实无所谓了 行了 稳了 人家说这个多简单 对不对 只要啃动脑 这个谜题轻松搞定 好吧 威卡 墙上还写着威卡 但是就是写不过来 Holy shit 这个场景有点像生化 有点像生化危机的某个场景 别问 别说 好吧 并不是什么什么 某兵某旗什么 不知道啊 不管 我不管 我就是说生化危机 嗯 确实有点像那个游戏的最后 那个场景 懂的都懂 我也不多说了 哇 又是解密吗 有一个红色的屏障 好像挡住了咱们 他说了有一个某种立场 挡住了我的序路 一 他有一把剑 二 他穿着 他戴着一顶太阳帽 三 靠近中心 四 站在两兄弟之间 五 这个人拿着一把剑站在角落里面 六 他掉了他的脑袋 What 等一下啊 左边有三个这种青铜雕像 右边 这不巧了吗 这不是 也有三个青铜雕像 等会儿啊 戴帽子的 好像两边各一个是不是 我查看一下 对 然后无头的两边各一个 拿剑的 两边各一个 哦 简单的这种逻辑小推理题 我拿出这个最简单了 嘿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拿笔一画就知道了啊 不仅好推理 而且大家看得清楚 来吧 咱们现在打开画图 首先呢 我得说一下这个图呢 是表弟画的 他这画风呢 就比较灵魂了 大家接受一下 我再说一遍啊 确实不是我画的 是表弟画的 嗯嗯 那么咱们主要分析这个事情啊 你看首先咱们可以确定 第五个人是谁 他说了 第五个人拿这把剑站在角落 那只能是他了 那么同时呢 他说第一个人也拿这把剑 那么第一个只能是这个兄弟 那么一五就确定了 对不对 后面他又说了 他说 有一个家伙掉了脑袋 还有一个呢 靠近中心 那么靠近中心的 只有这两个人 那么既然他已经是一了 那么这个无头哥只能是三 那么一三五确定 对吧 那么另一个无头的 这家伙也确定了 他肯定是六 那么就是一三五六都确定 只剩二四的情况下 咱们再看啊 他怎么说的 说第二个人戴着一顶太阳帽 第四个人站在两兄弟之间 站在两兄弟之间的 明明只有他俩 因为他这个 他是两组雕像 这个每组是三个 然后两边是隔开的嘛 对吧 那么他已经是六了 那么四只能是这兄弟 二只能是他 多么简单呀 对不对 轻松搞定 那么就是时候来验证一下了啊 首先 他是一 然后 这个右边角落的 他是二 左边 最右边这个无头哥 三 四 五 最后 右边那组中间的那无头哥 就是最后的六 哎 果然就搞定了 看见没有 多完美的推理 非常的easy 只不过就是那个表弟那个画画的 确实 有点差强人意了啊 哎 这游戏真的简单 能有多难呢 啊 猴狸蟹 这什么 寄生兽吗 这是 猴狸蟹 来来个寄生兽我靠 我跟他说 遇到寄生兽怎么办 遇到寄生兽千万不要扔啊 这个裹上鸡蛋液 涂上面包糠 啊 炸至下锅炸至两面金黄 然后隔壁小孩都馋哭了 隔壁小孩说了 我他边什么都没吃过 好吧 怎么说都有你 哎 别哭 我做饭 刚才表弟误操作 导致失去了同步 没关系 好吧 表哥再来过 嗯 哎 是不是用那个中间那个电磁力场 用那两个大球之间那个电磁死他 是不是 别慌啊 这个寄生兽 哎 还是扔了吧 这炸至金黄也没法吃啊 好凶啊 但是别慌 我走走 我走了的话可能拐弯的能靠拐一点 哦 然后往左走对不对 这个小迷宫 别慌 前面我估计就能干死他 或者说摆脱他 这电到底干嘛似的 哎 出去了吗 快快快快 哎 哎 胜利了 哈哈哈哈 哎 他们不追了 哎 垃圾呢 哎 Holy shit 哎 哎 你敢真是个地比啊 啊 不追了 啊 瞧把你能的对吧 一个急升 哥哥 哇 哇 哈哈 吉人自有天象 那咱们不挑逗他了 哇 命都快丢了 快快快快溜 我的梦变得越来越奇怪了 哇 这是真地奇怪 这是照片渲染的吧 这是 后期 打破次元壁了好呀 看到没有 这是实景的照片 然后渲染的这种3D画面 哇 这种感觉真的棒 一个 一个3D人物啊 一个虚拟3D人物 走在这种现实的照片里面 哦 这好像是一个 什么欧洲的博物馆 是不是这个地方 啊 有点像法国 就意大利那种国家 是不是这种 这干嘛呀 这游戏 真的看不懂了 不过这个画面倒是挺赞的 这段 能调查吗 这写的是什么 哪国文字看不出来 太小了 能上去吗 哇 我跟大家说 确实就感觉再也醒不过来了 人生就是如此 你做春梦的时候 怎么都会被打断的 就被各种噪音什么的吵醒 你做那种噩梦的时候 哇 就是醒不过来 男生的你自发乱叫 就是醒不过来 贼气 哎 这也进不去 哦 走这边吗 怕不是文艺复兴了 参观文艺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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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期的这些展品 难道是 Holy shit 这里有台奇怪电脑 别的能调查吗 走不过去了 这个音效给我一种不祥的预感 嗯 回到一切的开始点 这不是一切开始的地方吗 对吧 梦开始的地方 但是好像是理事件那种感觉 黑化了 又是那个电影院 左左右电影院 Holy shit 别慌 我跟他说 我跪摊是让他们进去 我兜一圈 别慌 别慌 我兜他一圈 然后 然后 哎 怎么回事 哇 Wake up 嗯 然后该最后的场景呢 我自己又试了一下 它确定应该是一个举行杀 那个地方呢 你是肯定过不去的 因为电影院门口呢 它不停的出怪 一堆一堆的刷 你是必死无疑的 死完之后呢 显示Thank you for playing 那么最骚的是什么 显示完Thank you for playing之后 游戏直接就退出了 我都没有来得及停止录制 所以说视频文件呢 还损坏一点 这是最气的 那么行吧 总的来说呢 这款游戏 我觉得像他们说的啊 就是现在这样的恐怖游戏呢 确实很少见了啊 它确实怀了那种 就是觉自己做噩梦 醒不过来那种感觉 后来呢还是比较不错的 那么行吧 咱们这期呢就先到这里 感谢收看 咱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